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恢复了一切 和苗玉并肩坐在一起 她满脸都是歉意 连说话间都尽力放缓语气 仿佛语气加重一些就会影响到我 我安慰她 同时心里在默默地想 很多事都没有想起来 但已经可以推测 这个躺在树冠里的人 当年死在连环山 是苗玉把她带到这儿 放在传闻中可以死而复生的乌苏木中 期盼她能够重生 不过 乌苏木没有传说中那种神效 她躺了这么多年 依然是一具尸体 这无疑也说明这具乌苏木官不是为这个人而打造的 那么 原本葬在九里古殿中的人是谁呢 他为什么不翼而飞了 我们坐了很久 我也想了很久 然后慢慢站起身 当我的目光再一次注视到 关中那个人的身上时 视线重新恍然 那人已经紧闭了不知多少年的眼睛 他此刻好像睁开了 他无声无息地望着我 没有开口 目光淡如秋水 我不感觉畏惧 不感觉可怕 心底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气 那种感觉 我像没有任何人体验过 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尸体 看着它一点一点腐化 一点一点萎缩 不知不觉中 我的眼睛里也充盈着泪水 在泪水充满眼眶的时候 沉寂的乌苏木 树冠 突然一晃 棺材的尸体好像有浴火重生一样 被一团看不见的火焰围住 尸体急剧地开始虚化 飘渺 仿佛被烧成一片灰烬 一点一点地从眼前飘散消失 朦胧中 我听到一道声音 在虚空与耳机之间回荡着 我为大和生 为大和死 那根丝我斩不断 红尘千华我洗不尽 你来了 我就走了 随着这道声音 棺材中的身影已经完全化成一片粉尘 我向伸手抓住它 但是手一伸 那片粉尘砰得爆炸开 混入空气中 慢慢地飘散 再也无迹可寻了 苗玉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把我的手抓得很紧 她说 她 她走了 在这一刻 我心里突然明白了 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的是错过了不会重来 有的人失去了不会再有 那是一种彻底的失去 让人恐慌 我忍不住也紧紧抓住苗玉的手 看着她那张布满泪水的脸庞 心里有些甜又有些苦 我不知道过去曾经具体发生过什么 但是我能感觉到 眼前这个女人 为我吃了所有不能吃的苦 为我承担了所有不能承担的泪 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脸心仿佛都贴到没有了距离一样 我就想着 她可以好 可以快乐 可以无忧 我望着空旷的古殿 无心在逗留下去 就说 我们走吧 我们顺着原路离开这里 四周黑暗中 偶尔还会传来 稀稀松素的怪异响动 但是从此至终 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从九里古殿离开 站在干涸许久的古道里 我又一下子失去了目标了 看起来 想要寻回那些过去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你要去什么地方 苗玉不肯松开我 问他 陪我走走吧 好 我想了想 跟弥勒和他们约定的时间 还有几天 只要陪着苗玉 在大河中慢慢地游历回去 时间刚好 我们买了一条小船 慢悠悠地在河中漂流 和大河两岸无数奔波于河中的船一样 水流湍急的时候 我亲自驾船 阴风破浪 水流缓河的时候 放任小船 自己在河上飘着 我坐在船头 苗玉靠在我肩膀上 像是慢慢地睡熟了 她的脸颊映出新阳的一点点红韵 睡梦中 嘴角落出一丝丝甜甜的微笑 浪花一抖 小船来回晃动了一下 苗玉惊醒了 她虽然醒了 却仍然靠着我 我想受这种感觉 那是爷爷和爹的疼爱 有无法取代的感觉 或许是这一年之间 自己经历得久了 漂泊得久了 感觉无依无靠 像是扶贫 总享有根 我就想着 这样 和他在船上相依相卫 慢慢地走着 即便走一辈子 也是很美的事情 这个季节 河上的船多了 来来往往 渐渐地 视线里出现一条大船 当时 河单上的大船不多 船一出现就分外扎眼 对方来得很快 但是好像并不是冲我们而来 我的心也随即稳了下来 那条大船 乘风破浪 一路飞快 短短片刻间就到眼前 一直等到大船走近之后 我顿时慌了 大船两侧船身上 插着两面 毫不起眼的小旗 小旗离得太远的话 根本看不清楚 但是一走近 就会发现 那是排轿行船式的标记 排轿的船 我抬眼一看 这艘大船 好像并不是 做什么河道的生意 船头站着几个人 视线一清楚 两团显眼的红色 就映入眼帘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一眼看到红娘子 还有站在身边的小旧红 我和苗玉相伴了几天 想把心底那种复杂情愫 全部压下去 但是当我看见 小旧红的那一刻 那种情愫 还有心底隐隐的矛盾 顿时就压不住了 苗玉为了救我 情愿拼命 小旧红又何尝不是呢 有时很久没见到小旧红了 她站在船头 呆呆地望着一次河岸 她好像幼瘦了 白皙的脸上 没有一丝丝血色 她没有了往日的欢快 往日的直爽 像是一个被锁在笼中 许久许久的鸟 排轿走水 排头都有负责官方的人 那些人从小眼力超强 大船靠近 我连独闪金会都没有 船头红娘子 抬眼就看见我和苗玉 她的神情微微一正 随后就露出一丝冷笑 排排正在尸身的小九红 示意她朝这边看着 小九红转过头的时候 本来呆呆的眼睛 猛然一睁 她看到了什么呢 她看到了那个让她 朝思暮想的沉浸水 正在大河中和另外一个 年轻貌美的女孩 相畏前行 九二 你自己看看 你每天朝思暮想的人 在做什么 红娘子带着一丝嘲讽 又冷酷的笑意 转眼看看小九红 你记得她 忘不了她 可她呢 她能记得你吗 小九红说不出一句话来 她的眼睛睁得很圆 仿佛看到了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尾巴微微地张开 合了两下 像是定住了 红娘子回头喊了一声 挤他们靠岸 这段河水水流平缓 大船随机掉头 小船速度不及大船 马上被硬挤着飞快通向岸边 船身一晃 刷得冲向河潭 我和苗玉在船里待不住 闪身跳了下来 一直到这个时候 小九红的眼神 还是直指指地望着我 她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却哭了 傻丫头 你知道那个女孩是谁吗 红娘子对小九红手 那是酒里长坛的孙女 喵不易的女儿 酒离公主一样的身份 沉浸水会丢下她 想着你吗 金水 小九红迟疑了很久 呆滞了很久 嘴唇在发抖 听完红娘子的话 她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噼里啪啦的 掉在脚下 声音发色地说着 是真的吗 你告诉我 是真的吗 那一刻 我想起当时在桑原村 小九红面对大河滩 三十六旁门上上下下的人 大声叫道 我是沉浸水的女人 沉浸水死了 小九红绝不动火 想到这 我的心一下子软得像一团泥 然而余光一瞥 又看到了身边的苗玉 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呢 我心乱如麻 两个女人 在我心里都像山一样重 我不忍伤害任何一个 也不想丢下任何一个 但是此情此景 我难以面对 恨不得现在就死过去 你告诉我 是真的吗 小九红站在船头 身子已经不稳了 一边扶住身边的红娘子 颤声说道 是真的吗 我实在说不出任何一句话了 哑口无言 红娘子在旁边冷笑道 她没脸跟你说话 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不信 不信 小九红拼命地摇头 泪如雨下 她宁肯丢了命 你要去桑园村找我 她不会这么做 不会 星星吧 傻丫头 那时候她找你 只是不认识九黎的女人 现在 她有了九黎的女人 怎么还会记得你呢 红娘子加重语气 扶着小九红说 人 都是会变的 小九红好像完全站不稳了 身子一软 旁边的人赶紧扶住 她微微喘着气 尽力忍着泪 不让她低落下来 她看着我 眼睛里的神色变换不定 勇语 怨恨 深爱 眷恋 不舍 忘却 真金水 我永远不要再见你 小九红终于爆发出 最惨烈的大哭声 永远不要再见你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